秦岚凭借妇朝皇后一脚在杜芳红,37岁的她还是那么美丽年轻,日前,她显身归羊出席活动,只见她穿一身袖身的白色连衣裙,正如电视剧中一样,美成白月光了,秦岚还换了新发型呢。 她一贯的中分长发造型,总给人以温暖大气的感觉,这次,她尝试空气刘海造型,居然也非常好看了,还找可爱的丸子头,这简明效果可以说是满分了。 除了发型之外,秦岚的一身穿着也很有亮点,白色鱼尾裙装与她的温暖气质非常呆掉,未成白月光了,裙子上身是一层白色刀纱,上面顶最精致的此次与雨白着牙花的皱纱,格外甜美,搭配荷叶飞飞秀,更天公主风的贵气与层次感。 这么优雅的上衣设计搭配简绝的雨尾裙,勾勒出迷人的小细腰,也彰显了戴雅清丽的气质,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睛呀。 月光白色的雨尾裙包裹紧身,不规则剪裁的裙子微微露出高跟鞋,背后是拖地的裙摆,窈窕身自立衔,秦岚真一身雨尾裙造型带点甜美与小俏皮,让她的气质优雅得不得了,让人不见怀疑她真的有三十七岁吗? 这身材,气质与颜值也太好了吧,就算是在路人的镜头下,也依旧是小仙女吗?秦岚真是经得起考验,这位修徒可以说是很能打了,她的不少玉尾裙造型都经典呢,小细胶蜜桃吞看不见,例如这套天蓝色礼服裙,断面材质的流畅格外凸显身材,加上力气有,挺的路肩设计,更显索骨精致与手臂天系, 搭设了一把好身材,还记得她在看那电影节上敬业表现吗?秦岚身穿白色漏肩与尾裙亮相红毯,纤细的腰身曲线,被完美的勾勒出来,宛如一条白色美人鱼,未修途中她也很能打,这次也美成了白月光。